我闻得真的很吵 我妈闻完了自己都后悔了 你在我心里已经很美了 我刚才就不是说因为钱不让你闻眉梦 和你在一起我不心生钱 但是我只有一天的时间 你知道了 每次我跟你出去我画眉梦就要画半个小说 我闻个眉梦有错吗 而且当时那话真是无心说的 你说了什么话 那四千多我自己掏啊 我又不用你花钱 你管我干什么呀 那么多人在现场 当时别人会怎么想我 就好像我真的很在乎钱 但是我觉得不是因为钱不让他 那你到底是在乎什么事情让你这么生气 我和他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那你要说了是吗 咱俩在一起一周七天 你上班六天 你有一天的休息时间 这一天我们住了一年多了都在干什么 看电友吃饭 我跟你说了这么长时间 我说你有时间你带我出去玩一玩 你带我去玩了吗 我没带你出去玩吗 去哪了 去太阳岛我没带你去吗 你好意思说太阳岛 什么意思 我想在哈尔滨处 太阳岛我一脚油门就到的地儿 我用它带我去了吗 那你想去哪啊 最起码我觉得我们两个要去趟大理啊 那好 你刚才两个人在一起出去散了街 我们可以唠一些我们两个平常在市中心唠不了的话 是 然后你告诉我你说要去太阳岛 我做个攻略 我拿一身呢我就找你的时候 你说我们就在跟点转转 行跟点转转 去大县泡个温泉总可以吧 进一个小时 你朋友加了一箱的油 我以为能去大县 我带的用衣什么呢 结果一点油门到太阳岛了 那我朋友加一箱油门加错了吗 我朋友开着他的车 带着咱俩 然后你呢 你不是也天常甩脸的吗 什么叫烧脸呢 我朋友 我说什么 我说你朋友一个步骤 什么当你娘 可是整个我朋友好像很尴尬 咱们一起出去玩 你可以跟我商计 但是你也应该把你的大小姐脾气收一收 我可以你还有大小姐脾气吗 按我的性能我能来节目吗 你说按我的性能 我是那种会当于别人面掉眼泪的人吗 我没有吧 我十多天没见你 我很想你 有一个人想问一下 你是干什么的 我在我爸爸的公司当才快 也是才工作 我怎么感觉你日常的闲日子比较闲呢 你不是一直在等他带你出去玩吗 我们俩刚处的那一年 我是没有工作的 对 现在是有工作 后来我们两个在一起 也是考虑到 一个人的精进实力肯定是顶不过两个人的 你预约赚哪二千 我预约赚四千多 我想问一下小杨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在贸易公司上吧 评估一下预约收入 五六千左右 琪琪和小杨是在多久以前认识的 14年 我们两个认识没有多久交 在什么情况下 通过微信嘛 其实我了解她心里很多的压力 我也有在去努力的把这些压力变成没有 像她说我有很多时候说话会不顾及她 我有知道 因为有一次我们两个应该就说吵架了 当时也确实是我不对 因为我一直在开我妈妈的车嘛 她没有车嘛 然后有一次我们两个在饭桌上吃饭的时候 我当时也是因为想换车 然后再加上我也心疼她 我有说过 我说爸妈要不你把我现在用的车给小杨开 然后我再买一辆新车 其实当时她有后来跟我说 我都说这样你会让我很尴尬 就局面很久好像我在差公交车 其实根本不是 但是我真的我当时是心疼你 我不想让你去挤那公交车 我知道你对我是好心 你知道咱们四个人坐在一起 他爸妈同时都看着我的车 一种感觉就是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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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 就好像是 我我跟他说了多久 就好像我就特别想要他这个车 结果呢 我跟你说过一句话你还记得吗 我说我跟你在一起第一天 我就知道你什么经济状况 我说过我愿意跟你俩就是能跑的八毛钱的上创 我也愿意陪你上牛点裤白T恤 我当时喜欢你就是喜欢你这个人 喜欢你的经济状况 喜欢你的所有 但是我想给你更好的东西 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我是个男人 我的这么大 我有自己的工作 说钱 我不知道你把我当什么 去年5月20号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个日子 那天我要出差 我本来想出差回来给你买礼物 但是你和我说这是今天这是520 你应该留下来陪我 好我留下来陪你 让我的同事去出差 等第二天晚上起来 我看床上是百一千块钱 不是你拿我当什么了 为什么会甩一千块钱在你床上 因为他每次出差他有纪念费 然后他那次确实我 我是有些认性 我说我说要不咱不出差了 他说我有差旅费 他说没有差旅费怎么给你买礼物 我说我不在用那礼物 我说要真想拿差旅费给我买礼物 我说我把差旅费补给你 你陪我过个1200 你给我一千块钱 这叫什么事啊 你是瞧不起我吗 不是 我是为了留下来陪你 我不是为了要那个钱 那你养个钱呢 我给他了 收不住是吧 我当然要收了 我知道这件事我做的不对啊 我和你在一起一年多 你说什么做什么 你想东西带给我啥 有些东西我理解你 因为两个人在一起是需要磨合 从乌兰奥特飞到哈尔滨 一个小时二十分钟 再飞回来 两个小时四十分钟 你妈心疼你 嗯 不想让你累 让我全家搬到哈尔滨 我妈有说你不搬到哈尔滨 你咱俩就分手了 我和我全家能够加在一起 抵不住他姑娘那两个小时四十分钟 我妈有说你家不搬到哈尔滨 你咱俩就分手了 你咱俩就不结婚了吗 没说过吧 是 你妈是想让我和你在一起啊 你妈让我把现在的工作辞了 跟着你爸干的 我们家就有一个姑娘 我能撑起我整个家 我撑起我妈当时我男朋友能帮我了 这没毛病 你知道吗 你妈当时那种口气和我说特别瞧不起我 小杨你的家是在哪里 我的家在内蒙古 乌兰浩特 琪琪呢 是在哈尔滨 我家本市 小杨是在哈尔滨这边工作是吧 对 那为什么又会由琪琪 办乌兰浩特 就是往往的这样一个事情 我俩过年 我跟我妈在上了 要不今年过年我就去 那个男朋友家里那边过吧 正好想看看他妈妈 我妈当然也想过年了 我和亲家能一起 坐在一起 说年约饭 你们的 大家伙齐了 我妈没考虑那么多 我妈可能说坏了 但是没想那么多 但是我是男神 你妈直接跟我说 你们全家搬到哈尔滨来吧 你飞着来回来 能有多累啊 家一起才两个小时 所以我有说过 我应该跟你分手之后 我也有跟我妈不停地在吵架 我觉得我妈妈很多事情 做的也不对